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岛上的食物和淡水了 金哥 我刚刚去岛的另一面看了看 那笔椰子还不少了 总够我们喝十天八天的 那可以啊 虽然我们目前有了一只大蜥蜴喝很多椰子 但是还是不能作业代币 能找到淡水就找淡水 能获取到其他食物就去获取其他食物 对了金哥 那笔物水也要解决一下 昨晚睡得太不舒服了 行 咱先去看看野猪陷阱 好 我们的野猪龙没有被触发 我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看来没有野猪进来吃 全部都是寄居线 这个灵敏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是幼儿吸引力不够 咱得多高点 咱们在这个野猪龙里面多加一些叶肉 这样优惠力就足够了 我就不信有这么多叶肉 还吸引不来一窝野猪 目前我们刚刚到了这个全新的岛屿上 有很多事情要去解决 今天暂时有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决庇护所的问题 毕竟要在岛上猪得好 才有精神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收集了一些材料 搭建了一个庇护所框架 挪傲框架 我们需要利用椰子叶来编制庇护所的屋顶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制作完成后 会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目前柱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 想要在这个岛上获取到很多野猪 光靠这一个野猪龙还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制作一个 和它配套的野猪陷阱来增加几率 这个树干可以啊 来大头把石头抬起来 好嘞啊 这得有一百斤了吧 用力 用力啊 起 拖住啊 大头啊 要附好啊 好了 基本上已经完成90%了 可以松开了 咱这个野猪陷阱呢 和之前做的有一点点区别啊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 只要野猪从这里路过 碰到这个木棍 就会被触发 哇 然后呢 它就被掉到空中去了 根本就跑不了 要铺点树叶啊 伪装一下 再放点椰肉作油 把这个野猪引过来 这个全新的野猪陷阱啊 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效率啊 绝对会大大增加 我看现在时间不早了 咱们要进行下一步了 走大头 诶 秦哥 等会再去啊 你的手机到了 是华为Mate60 Pro和苹果15 Pro Max 你咋又买新手机了 买啥呀 这都是我左下角游戏免费领的 喂 你好 秦哥 我们合作的一万台华为Mate60 Pro 都打包好放左下角链接了 看到您视频的粉丝都能参与哦 好的 再加一万台苹果15 Pro Max呗 好的 加上了 左下角的真的呀 那么多苹果和华为 我再多拎几台呗 不行 华为Mate60 Pro和苹果15 Pro Max 极限一人一份免费领 iPad Pro才是不限量的免费送 难抢不 难啥呀 只要从左下角下载的 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 填个地址就发货了 这么简单我也去试试 大头啊 大家今天分头行动 看看能不能搞一顿丰盛的晚餐 没问题 两个祸脑之间 有很大一片潜水区 这里生活的物种非常丰富 所以我和大头开始分头行动 以增加获取食物的效率 这里生活着很多蜘蛛罗 几乎没走两步 就会发现一个 这二大头尝到了甜头 没一会儿 他就捡了很多很多 这潜水区好多蜘蛛罗 捡都捡不完 搞了两个小时 累死我了 不过捡了这么多罗 也迟了 你们看 这么大一堆 估计得有两三百个了 这种罗特别有趣啊 又会翻身又会走路的 它长着两个长长的小眼睛 感觉一直在盯着你一样 看来今天可以吃下海螺自由了 也不知道琴哥那边怎么样了 而此时的我也正在努力着寻找着食物 这个岛的海底世界充满了新奇与色彩 你会看到各种奇特的海洋生物 也会看到五颜六色的鱼儿在你面前游过 只要你的眼睛足够敏锐 就可以在这里发现食物 一般上等的海鲜都会躲在教室洞里 只有寻找食物的时候才会出来 比如眼前这个大龙虾 我开始尝试去用手抓它 没想到它居然有退路 并跑了出来 此时用鱼叉再好不过 我瞄准了它的头部 一级名重 刚下来就收获了一个大龙虾 不错不错 开门红 过后我又看到了一只龙虾 抓它一定要眼睛手快 要不然被它跑出来就不好了 在收获完这两只龙虾后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大祸 这是一个正在爬行的巨型海螺 它的头上长着两个触角 看起来就像陆地上的蜗牛一样 挑战晃脑这么久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海螺 在我仔细观察后才发现 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凤尾螺 好大的海螺 这一个都有五六斤重了 但是这种海螺在很多地方都是受保护的 我们要给它放回去 把这个大海螺放回大海后 我又开始了继续寻找食物的脚步 在接海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我发现了两只藏在教室洞里的龙虾 也都成功被我用一叉收获 此时我已经在海里泡了两个多小时 该上岸了 大头啊 你捡这么多蜘蛛螺干嘛 我在水下看到好多我都没捡 啊 我这不是拍你钱去搞不到东西吗 我哪次让你失望过 你看 这不今天有四个龙虾的吗 这现在三个人吃饭 这些海螺只是看着多 实际上就没多少 那行吧 来看看这些海螺到底能起出多少肉 行啊 走 差点把这个蜥蜴忘了 但今天有这么多海螺 就把它放生了吧 忙碰了一个多少时啊 终于弄完了 果然是啊 那么一大堆鹿啊 只出了这么一盘肉 不过也够我们三个人 好好享受一顿 嗯 诶 你领的手机发货了 是啊 不愧是左下角专属连接 就是快 行了 咱赶紧去做饭吧 我就快饿死了 好嘞 好了一天了 我终于吃上饭了 我终于吃上饭了 这个螺真的是很好吃啊 因为我刚刚已经偷吃了好几个了 太香了 这个岛的资源就是丰富啊 这么多龙虾和这么多螺 而且啊这只是我探索的其中一部分啊 岛的背面和岛的侧面我还没有去了 到处啊都探索完估计会有不少新发现 星哥这螺蛳太好吃了 明天我得去多捡点 别光想螺呀 明天来去岛的背面看一看 说不定有更好的东西呢 但我不会潜水也只能在岸边捡捡螺呀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的吗 什么呀 以后下海的任务就尽量交给我 你负责陆地就行了 肯定不只光有叶植物 说不定还有其他好东西呢 是哦 明天我得好好探索一下这边聪明 那我明天就扩展一下潜水范围 嗯 现在请客人别那么多废话了 我还没吃饱了 哇塞 这东西太顶了 哇塞 我也吃一个 嗯 嗯 盛一师 你也快来一起吃吧